一个人孤立无缘的时候,会感到害怕,无助和失望,尤其是曾经拥有朋友和亲人的陪伴时,哲学家狄德罗说过,人不可孤立,孤立则危,但是,人生的路途是漫长的,我们都有可能经历被身边人孤立的情况,不过,即使面对孤立,也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信念和追求,更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。 在面对孤立时,正确的做法是,合不合群都没有关系,做好以下三件事,好运自来。 听国学故事,知传统文化,大家好,欢迎订阅一技术,悄悄努力,不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,我们只有拥有足够的价值和能力,才能赢得他人的认同和尊重。 在面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,我们应该学会从自身找到突破口,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,这样,我们才能吸引他人的注意,得到他们的关注和认可,要提升自己的价值。 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,不管是在专业领域,还是在生活中,学习新的技能都能为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机会,通过参加培训课程,自学,或者与他人交流,我们可以不断增加自己的技能水平。 提高自己在工作中的竞争力,提高工作效率也是提升自身价值的重要方面之一,我们可以寻找并采用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工具,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。 同时,我们还可以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,采用更加高效的工作流程,以实现更好的成果,通过不断优化自己的工作方式,我们能够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,获得同事和上级的认可和赞许。 除此之外,积极主动地寻找新的机会,是提升自身价值的另一种方式,我们可以主动参与项目或活动。 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,通过与不同领域的人交流和合作,我们能够扩展自己的人脉资源,并了解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。 同时,我们也可以通过创业或者自主开展项目,展现并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创造力。 在提升自身价值的过程中,我们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,并且对自己保持积极的评价和鼓励。 尽管在某些时刻,我们可能会感到孤立和无助,但是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进步,我们才能够赢得他人的认同和尊重。 重要的是要保持自信和坚定,相信自己的价值,并为之努力奋斗。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、教育家和政治家,他的学说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在他的时代,社会价值观念混乱不清,道德风气败坏,人们陷入了迷茫和混乱之中。 然而,孔子自身具备着卓越的价值和能力,他对人们的言行、道德、教育等问题提出了独道的见解和教导。 他强调,个人的修得养性,尊重他人,诚实守信的重要性,提倡仁爱和礼仪,认为只有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 孔子通过自己的学问和智慧,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学生和追随者。 他们看到了孔子身上所具有的价值和能力,并愿意倾听和跟随他的教会,希望获得他的指导和启发。 孔子不仅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,他还担任过政府官职,积极参与国家事务,并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社会进步。 他的才华和眼光使得他成为了当时政要和君主们倾听的对象。 他的价值和能力得到了政治和社会的认可和尊重,积极调整心态。 当身边的人将我们孤立起来时,我们很容易陷入消极情绪中,觉得自己不被接纳和认可。 然而,我们并不需要强迫自己去适应那些不适合我们的群体。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自己的独特之处,尊重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。 通过运动、阅读、旅行等方式,我们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态,让自己更加平静、自信和坚强。 不要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,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。 当我们发现自己被孤立时,很容易感到自卑和失落,我们会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,不被别人认同和赏识。 然而,要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,我们不必为了迎合别人而放弃自己的真实性。 相反,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不同之处,并以积极的态度去接受和发展这些特点。 对于身边不理解或不接受自己的人,我们不必感到沮丧或气馁。 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心态,并寻找适合自己的圈子和环境。 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,它可以释放我们的负面情绪,增强我们的身心健康。 阅读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,获取新的知识和经验。 旅行则能开阔我们的眼界,让我们更加豁达和包容。 在面对别人的评价和看法时,我们要明智地做出选择,不要过分关注和倾听那些负面的声音和影响,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,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。 只有真正相信自己,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,并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和目标。 最重要的是,要记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,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我们,都不应该让他人的看法决定我们的价值。 我们应该以自己的内心为准绳,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。 只有坚持做自己,才能找到真正接纳和认可自己的人和环境。 杜甫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,他的诗作深受后世推崇和研究。 然而,尽管他有着出色的才华和创作能力,他在当时的社会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成功。 杜甫的作品主题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、政治冷暴力、自然景观等。 他以坦率的文字表达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公。 尽管他的诗歌深受一些文人的赞赏,但由于他的诗封较为激烈和现实主义,他并没有得到当时宫廷文化的青睐和赞赏。 他的才华和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。 然而,杜甫从未放弃自己的文学追求和创作激情。 尽管他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成功受到了阻碍,他依然坚持写作并坚守自己内心的真实。 他在自己的诗作中描绘了人民的疾苦和不幸,表达了对社会不公和政府腐败的愤怒。 他的作品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赞誉,但却留下了深刻而真实的记录,为后世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遗产。 现在,杜甫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,他的作品被世人广泛传颂和赞赏。 尽管他曾经面对过孤立和不被认同的境遇,但他的坚持和真实最终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。 他的诗歌表达了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关怀,他的才华和价值为后世人们带来了启迪和鼓舞。 放大格局 当我们发现自己被身边的人孤立时,我们常常会感到孤独和失落,认为自己不再被重视或接纳。 然而,在这样的时刻,我们不应忘记生活中其他的价值和意义,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新的知识,培养新的兴趣爱好,关注社会热点等方式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和格局。 从而改变自己的处境,学习新的知识是一种拓展自己视野的重要途径,我们可以选择读书,上网查找资料,参与在线课程等来获取更多的知识。 通过不断积累和学习,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领域的事物,拓宽我们的思维和认知,这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有话题和自信地参与到各种交流中,同时也能够增加我们的见识和经验,使我们在人际关系和生活中更加丰富多彩。 培养新的兴趣爱好也是化解孤立感的重要方式之一,当我们投入到我们热爱的事物中时,我们会感到快乐和充实,可以尝试着去参加各种兴趣班,社团或团体活动,结识志同道合的人,共同追求共同兴趣爱好所带来的喜悦和成就感。 通过积极参与,我们会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,他们能够理解和认同我们,并成为我们的支持者和朋友,通过拓展自己的视野和格局,我们可以放大自己的世界,让自己更加包容和开放。 我们会发现,这个世界很大,有许多不同的人,适合物等待我们去发现和探索。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被身边人的态度所界定时,我们能够从容地面对他们的冷漠和孤立,以一颗平静的心态去应对生活中的不完美和困境。 最重要的是,这样的经历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,当我们拥有了广阔的视野和多元的兴趣爱好时,我们就不再是被孤立所困扰的无助者,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。 能够更好的适应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,我们会发现自己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潜力,并且能够更加从容和坚强地面对未来的种种考验。 甲思协,自文艳,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和农学家。 他所著的《奇迷要术》是中国古代农业领域的重要著作,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在当时的社会中,甲思协虽然有着丰富的农业知识和经验,但他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重视。 由于战乱和政治动荡的影响,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,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。 甲思协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,并且深知农民是国家的根本,因此他专注研究农业技术,提出了很多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和理念。 其名要素是甲思协总结自己多年实践经验的农业手册。 其中包括了种植、养殖等方面的知识,并提供了一系列科学的农业生产方法。 然而,在当时的社会中,由于政治和军事的紧张局势,人们对农业技术发展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。 甲思协的贡献并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和社会大众广泛认可。 然而,甲思协并没有放弃对农业发展的追求。 他一直坚持研究和推广农业技术,为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改善人民的生活,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 虽然他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和崇敬,但他的努力和成果却为后世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。 齐民要术成为了中国农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,对于后世农业科技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甲思协的例子再次证明了即使在当时并不被广泛接受的情况下,一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仍然能够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。 正如甲思协通过推广农业技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一样,我们在面对被孤立或者不被认可的时候,也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。 总之,被身边的人孤立并不是世界末日,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努力,相信你会逐渐走出困境。 不要忘记,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别人的认可,而是自己的内心和价值。 感谢您阅读,赞赏与分享本文,感恩您点点订阅。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,请积极参与留言,与大家一起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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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戴上转发 打赏 经营 纳最高俄ено尾 Neo 当歌 打赏oren